剪纸 是一种比较贴近咱老百姓生活的民间艺术 它具有浓郁的民俗特色 每年春节前 我都会根据生效来酝酿创作 什么剪纸 今年是龙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龙是祥瑞的象征 它代表着吉祥与富贵 当心里确定下主题后 我就会开始查阅关于龙的相关资料 一鳞一爪一尾等等这些细节 都要详细的进行设计 怎样去布局 怎样搭配 才能表达我的祝福和我的想法 是我要创作的一个主题内容 剪纸不仅是手在动 在创作的过程中 脑和心也在随之进行着思考 每一个细节可能都要剪很久很久 才能把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 创作其实很辛苦 当一副剪纸作品完成的时候 那种心中的喜悦会消除身上带来的所有的疲倦 剪纸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祝福 这是我近期创作的龙年剪纸作品 祥龙赐福 在龙年春节到来之际 我预祝大家龙年大吉万事如意 我预祝大家龙年大吉万事